弟兄姐妹平安 好像还没有睡醒 平安 太好了 今天一定要大家 兵记精神一起来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天就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 叫做君王诗篇的系列 因为今天也是降临节的开始 然后我们是希望说今年呢 我们就以这些关于君王 特别是主要是关于大卫王 的一些关于君王的诗篇 我们要来以这样子的诗篇 来预备我们的心 来迎接耶稣基督的来临 对不对 因为耶稣基督 他就是大卫的后裔 所以这些关于大卫的诗篇呢 其实对于耶稣基督 也是有很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就以这些君王诗篇 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 然后呢 很多呢 都是有一些是好像 诗篇所唱的关于忏悔的祷告的 因为大卫也有他的过错 有一些呢 像今天的我们来看 就是今天呢 我们是大这个诗篇二十篇 然后这个诗篇二十篇呢 当然就是大卫所写的 然后呢 主要是在这个 因为有一些诗篇是私人自己的祷告 不过这个诗篇二十篇呢 它是一个群众的崇拜 群众的这个祷告 所以呢我们等一下会以群众的方式 我们来念 所以今天就很不一样 这个诗篇二十篇呢 它是打仗之前念的 所以等一下我就要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就要去打仗了 然后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念 然后呢下个礼拜 在韦康牧师呢 就会分享诗篇二十一篇 然后呢 它是打仗以后的诗篇 所以我们这二十跟二十一 这两个它是兄弟诗篇来的 一个是打仗前 然后另外一个是打仗以后 OK 所以我们今天来念的这个诗篇二十篇 它是打仗以前念的 然后呢 所以我们今天念的时候呢 我们就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 我们就要去打仗了 OK 然后呢 我就扮演这个大卫王 或者是祭司也可以 不过就想象成大卫王比较容易 你就想象我是大卫王 OK 然后呢 你们就是以色列子民 听得懂啊 OK 所以你们是以色列子民 我是大卫王 所以等一下呢 你们会先念第一到第五节 OK 然后是打仗前啊 要很激昂 然后很愤慨 说啊 我们要去打仗了 这样子 这样的方式来念 然后呢 我就以大卫王的身份 我会来回应第六到第八节 然后最后一节呢 我们就一起来念 所以还是这样子 好不好 所以想象一下 等一下念的时候 不要好像要打书这样 我们要打书还是打赢 好像不是很清楚 要打书还是打赢 打赢啊 所以要很大声 我们要打赢啊 不要念到好像我们要打书这样子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经文 所以要很激昂啊 我讲一二三 我们就开始啊 一二三 开始 再大声 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救护他的受高者 从他神圣的天上应允他 用右手的能力来救护他 人 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但我们要提的是耶和华 我们神的名 他们都屈身扑倒 我们却起来 一坚力不移 一起来 耶和华求你拯救 我们呼求的时候 愿望应允我们 我们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福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愿意在这世上 呼召使用你的仆人 他们都是你所恩高的 你愿意借着他们来行你在地上所要完成的事工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很求主 你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能够经验到你的力量 你的大能 愿你的灵 引导我们聆听你的话语 这样子祈求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所以呢 刚才所读的这个段经文呢 我觉得 如果是应用在这个大卫王的处境当中呢 我们所读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经文呢 诗篇二十篇呢 可以说是完全的吻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卫我们都知道了 他是一个常胜君来的 对不对 他在他的生命里面 他常常就是打赢战争 然后呢 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谦卑 非常顺服 我们圣经说 他是和神心意的一个仆人来的 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 跟所经历到的一切 跟刚才我们所读的十篇二十篇 可以说是完全的吻合 然后呢 我们在比方说 山姆尔记下第八章呢 哇就读到了他的累累的胜利 累累的战功 所以我就让我从这个山姆尔记下第八章那边呢 读很关键的几句话 第十节这里说 约兰 约兰呢是一个外邦的王子来的 所以约兰呢就按照他父亲这个外邦王的意思呢 怎么样呢 他就带了这些金银铜的器皿来 为什么 要来献给这个大卫王 所以大卫王就把这些器皿他都分别为圣 连同他所制服的各国所分别为圣的这些金银 他都什么 他都把这些 他打圣的一大堆的这些金银铜器皿 他完全都献给耶和华 然后十四节很重要 他说什么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这个是我们从山姆尔记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 大卫打到哪里 神就让他什么 胜利到哪里 然后他把所有打赢的 他都把他献给耶和华 如果我们是单单看这个诗篇二十篇 刚才所读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说 真的 刚才我们所读的 在大卫的生命之中呢 全部都应验了 刚才有读到了几个重点 什么呢 第一 就是大卫 这个诗篇呢 是为着这个受高者来写的 我们看 然后呢 这个受高者 我们称为什么呢 就称为弥撒亚咯 所以弥撒亚的意思呢 就是受高者的意思 这个人呢 他被蒙高 大卫有被蒙高吗 有 大卫被这个 这个撒末尔嘛 对不对 在撒末尔基上 第十六章的时候 就提到 大卫 这个撒末尔就去到耶稀的家 然后一个一个找 一个找 然后最后呢 他说 哦 原来是那个在牧羊的 这个最小的儿子呢 原来是他是受高者 然后呢 撒末尔就恩高了 这个大卫王 所以很清楚的 这个大卫呢 他是受高者 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我们也知道 就是 他说这个王啊 他不靠马 他不靠什么车啦 什么都不靠 他靠什么而已 他唯独靠的是 耶和华的民 大卫是这样吗 我们都知道了 很出名的故事什么 大卫 用这个石头就怎么样 打败了哥利亚 非常出名的故事 然后我们就知道 大卫是不靠 那些什么军事力量 这些 最重要的是 信靠耶和华的民 耶和华是不可以被羞辱的 我要靠耶和华的民来打赢 所以真的就这样子 打死了哥利亚 所以我们也看到 确实是这样 那第三在这里 这些百姓呼求说 神啊 你一定要让我们的王 可以打赢啊 让这个君王 能够成圣啊 有没有打赢呢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大卫呢 他是 战无不胜的 就是常圣君来的 然后呢 刚才所读到的这个 这个赛摩尔基夏 第八章呢 就讲到了 他是如何的打胜 然后很重要的 他是说什么 这都是因为 是耶和华使他得胜 所以刚才所读的 十篇二十篇 确实呢 也应验在这个大卫的身上 大卫说 耶和华会使我打赢 我知道了 哇 真的耶和华就让他打赢了 然后第四点 很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说这个王 你要约纳他的这个 像你的 像你的 翻线的翻纪 像你线的 这些线纪啊 之类之类的 大卫有真的这么做吗 刚才我们读到了 就是大卫把所有 他打赢的东西 那些金啊 银啊 铜啊 什么 他都完全分别为圣 完全都陷到耶和华那里 所以如果我 我们做一个初步的总结 是什么呢 我们做的初步的总结呢 就是确实 这个诗篇二十篇跟大卫 他从他所经历的一切 从他受高 从他如何的依靠耶和华 从他的屡屡的战胜 然后最后把这一切都献给神 我们看到呢 是完全的吻合 确实呢 神会使他的受高者 也就是他拣选的那一位呢 真的就能够胜利 然后呢 能够得到他的保护 得到他的救赎 所以不管是这些群众 刚才我们 哇 很激昂的念 这个诗篇二十篇的时候 或者是大卫很有自信啊 你要明白这个是打仗前 不是打仗以后啊 所以在打仗前 他竟然就已经知道说 神会使他得胜 神会保守着他 哇 你可以想象那何等的信心 确实呢 全部的一切呢 都应验了 都是在大卫的生命之中呢 经历到了 那现在我们要 碰到的是比较有挑战性的 那个是什么呢 那个就是我们要问说 在大卫里面 他生命中所经验到的一切 刚才所读的这个诗篇 二十篇 是否也能够延伸到 我们当中 难道我们不是会这样想吗 我说哇 神使 大卫 屡屡战胜 屡屡成功 是不是也能够 就真的这样子 延伸到以后的人 我们也能够有得偿 这样子的胜利 我们也应该会这样问 这样想吧 对吧 所以肯定呢 我们会发现说 如果要从大卫的生命 延伸下来 我们就发现 这个很有挑战性 就拿以色列来讲 以色列之后的那些君王 他们也像大卫一样吗 他们都是战无不胜吗 绝对不是 我们知道绝对不是 接下来的君王呢 很多都跟大卫是不同的 达书的很多很多 神志什么 神志到一个地步呢 最后不管是 北国以色列 还是南国犹大 都被这些外邦人怎么样 占领了 然后那些百姓呢 都被放逐到各地去 所以这边我们一定要 很小心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诗篇二十篇啊 它不是一个咒语来的 这个诗篇二十篇不是说 我只要念 这样我就是保押的 包赢的 不是这样子 它不是一个咒语来的 它不是给我们 为了要能够胜利 这样我们只要念它 我们就包赢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跟神的信仰之间 它不是一个交易来的 神啊我已经念过了 你要让我赢 它不是一个交易来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要很小心 不要以那种 异教的方式 来看这个诗篇 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说 神就跟其他的 好像拜拜的 一模一样 只要我有去拜拜 这样我有念这些咒语 这样我们神一定要让我们赢 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就要问 说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神让大卫打赢 可是后来的这些君王呢 很多都打输呢 差别在哪里呢 为什么神让大卫打赢 后面的打输 我们要问这个问题 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很重要的差别呢 就是大卫的敬拜 大卫的征战 都是按着神对于百姓的旨意而行 我再讲多一次 我们要明白就是说 差别就是大卫的征战 大卫的敬拜 都是按着神对于百姓的心意而行 差别就在这里 我们看很关键的依据 你刚才讲到的这个 《三木耳记》下第八章 《三木耳记》下第八章 那里第十五节 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这里什么说呢 这里说大卫他做了全以色列的王 然后他说什么 又向百姓秉公行义 所以在《三木耳记》下第八章的时候 当他形容说 哇大卫打赢这边 打赢那边 然后敬拜啦 什么什么 讲到完的时候 第十五节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什么 大卫做了这个全以色列的王以后 他向众百姓秉公行义 所以很清楚的在这里呢 之所以他能够神与他同在 然后战无不胜呢 最后我们看到是因为大卫会为这全地什么呀 秉公行义 这个很重要 所以之所以后面的王我们会发现说神使他们失败 使他们甚至最后灭国 一方面是的 他们有败偶像 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他们在他们的社会当中 在他们的国里面没有秉公行义 我们怎么知道呢 在两年前当我们看到我们去看那些先知书的时候呢 先知书都是这么讲的 先知书说为什么你会失败 为什么你要悔改 为什么你们不成功 为什么神要审判你们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呢 他们在他们的社会当中 很多很多的不义 所以很简单嘛 这个逻辑很简单 很简单就是神之所以会让大卫能够成功 能够胜利 为什么 因为呢 大卫会为他的百姓 为神的子民带来公义 这个很重要 他让大卫这样子成功 他会让那些行不义的人成功吗 不可能吗 神不会让那些不公义的人能够战胜 然后又占领 然后做更多的不义 不可能的事情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小心了 在这里当我们唱第三节 说求主你纪念所有的祭物 纪念所有的番祭的时候 这个王的敬拜虽然重要 可是我们也要明白在和西亚书 第六章第六节这里说什么 耶和华说什么 耶和华说我喜爱慈爱 不喜爱祭物 我喜爱人认识神 胜过于番祭 也就是说你所有的这些敬拜 所有的这些献祭 你把这些金银铜带来我面前 这些固然是重要 固然是好 可是如果你的生命里面 没有行公义 你没有认识神 你做这些都是表面功夫 而在你的社会当中 看不到这些公义的话呢 表示你的敬拜都是没有用的 神喜爱的是慈爱 也就是怜悯 神喜爱的是真正的认识祂的心意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你会发现说耶稣 在祂的生命当中 在马太福音里面 我们看到 引用了这个和西亚书六章六节 两次竟然引用了两次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非常关键性的 而这个是在耶稣的时代 那些犹太宗教领袖没有领悟到的 他们以为他们做很多这些东西 我们敬拜了 我们很多节日 我们很多的规条 他们以为很好了 不是 他们没有神的心 他们完全不认识神 不明白什么是怜悯 什么是慈爱 弟兄姐妹 当我们明白了 这个以色列的教训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 同样的方式来看教会 我们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嘛 神会让我们胜利吗 神会让我们好像 祂对待大卫王一样胜利吗 我们可能就会想说 只要我们是神的子民 然后呢 我们能够遵照这个 神一样来 敬拜祂的话 我们念这个十篇二十篇 这样神应该也会让我们 一样的成功 一样的胜利嘛 对不对 可是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领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重点在于 我们是为什么争战 弟兄姐妹 我们作为教会 我们是为什么 什么东西 而征战 你们想过吗 所以让我们回去看一下 这个耶稣 他两次引用这个 和西亚书 第六章第六节 对不对 我们回去看 这两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一次呢 就出现在马太福音第九章 然后在那一次呢 耶稣跟祖利 跟罪人一起吃饭 然后呢 他就提到了 这个和西亚书 第六章第六节 神喜爱慈爱 神不喜爱寄物 神喜爱认识他 神不喜爱反击 这个是第一次 然后第二次呢 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再一次的耶稣 讲了同样的话 那时候是什么呢 那时候就是在 这个安息日的时候 耶稣去治好了一个 那个手已经枯萎的人 所以耶稣在那时候医病 然后两次呢 看起来耶稣 好像都是破坏了 当时候的这个宗教规矩嘛 你怎么可以去跟罪人 这些税吏吃饭 为什么你可以在 安息日里面 做医治的工作 两次看起来 他好像都是破坏一些规条 可是你会发现什么事情 这两个故事里面 有一个共同点 这个共同点就是 两次耶稣都使人怎么样 能够从他们的罪 能够从他们破碎的情况中 再一次的回到 神的百姓当中 也就是说两次 其实耶稣都做了什么 和好的工作 耶稣都做了修复的工作 所以在这两次 耶稣看起来 好像是破坏宗教规矩 可是这两次 其实他做的都是什么 都是神的工作 所以在这里呢 耶稣讲得很清楚 他说我的父在工作 然后呢 直到今天 其实我也是在做 同样的工作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也就是他自己 凭自己是不能够做什么的 唯独看见父在做什么 他才做 父所做的事情 子也同样做 所以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耶稣就是说 我做的事情 是天父的事情 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弟兄姐妹 这是我得出的一个 很重要的结论 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就是我们是器皿来的 就是我们是神的器皿 我们是神装恩典在我们这里 让我们能够分享恩典 我们是仆人来的 也就是说 神对于人 有神的善意 有神的恩典 然后呢 我们只是那个器皿 我们只是那个负责分享 师恩给 师神的 天父的恩给人的那个器皿而已 也就是说 我们是服事神 来服事人 不是神来服事我们 不是神说 为着我们的那些权柄 为着我们对于胜利的那些私欲 来服事我们 所以当我们看这个诗篇二十篇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我们是器皿 我们是仆人 是神用我们 不是我们利用神 不要把诗篇二十篇 当成是我们可以利用神的一个咒语来的 神要给我胜利啊 因为我已经向你敬拜了 神也要给我胜利啊 因为我已经这样子祷告了 不是这样的 是神用我们 不是我们利用神 所以如果教会 好像当时候耶稣时代的那些宗教领袖这样 我们去苦待人 我们去逼拨人 剥削人 或者是我们好像以色列古代一样 哇 社会的不公义啦 然后我们没有站出来 去对抗这些不公义的时候 就等于说什么 就等于我们不是跟神是站在同一边的嘛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不是跟神是站在同一边 那我们就算是对神有多少的敬拜也好 神有理由保守我们吗 神有理由保护我们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我们跟神都不是同一阵线 神怎么可能会帮我们呢 不可能的 大家听得懂吗 就是我们必须怎么样 打仗的时候要站在哪里 我们一定要站在神那边嘛 对不对 这样我们才可以打赢嘛 逻辑很简单 如果我们跟神是对抗的 神怎么可以让我们赢呢 不可能的 如果教会是真的是为着公义而站 我们是决定要秉公行义 我们是为着神说神要我们与人类和好 然后我们是站在和好的这一边的话呢 我们讲得到 说得出做得到的话 那我很肯定 神就与我们同在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站在神的这边 阵线这边 就好像他跟大卫王是一样 为什么 因为大卫也是按着神的心意而行 大卫很清楚 他是器皿 大卫很清楚 他是仆人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我们教会 到底是会打赢 还是打输 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知道神到底要打什么 对不对 神为什么征战 我们就为什么征战 这样我们就跟神站在同一阵线 这样我们就打赢 如果我们是对抗神 那你准备打输了 简单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关于群体 我们要为什么而战 可是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那我们私人呢 我们个人 是不是也可以同样的来apply 就是应用呢 神会为我们个人的征战 同样的像诗篇二十篇说这样子吗 神会为我们打仗 我们会打赢 我们也不单是群体会打赢 个人也会打赢 是这样吗 诗篇二十篇可以用在个人的身上吗 一方面我们看的时候 我们会说诗篇二十篇好像是这样子 好像是可以打赢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大卫也有打赢嘛 对不对 然后第一节也提到说什么 他是谁的神 他是雅各的神 所以我们会发现说 在雅各的生命里面 确实我们看到神让他打赢 在创世纪第三十五章 这个是雅各说什么 雅各就对着他的家人 还有所有跟他在一起的人 他说什么 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的神明 你们要自节 然后你们要更换衣服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说来 我们现在要上到伯特利去 在那里我要住一个坛给神 就是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 在我行走的路上与我同在的神 所以我们当我们 如果你们知道这个雅各的故事的时候 这里说是雅各 我们所信的神是雅各的神 对不对 我们会发现就是说 在雅各的生命里面 他是一个人 可是他确实的惊艳得到什么 神使他生理 在雅各要逃离他的哥哥 以嫂的时候 要逃难的时候 要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的时候 在伯特利的时候 他就向神祷告 对不对 他说神啊 我现在生死未卜 我不知道我的前面到底会如何 我要到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你可以跟我在一起吗 你可以帮助我吗 他这样子祷告 然后呢 确实几十年后 他真的是什么 凯旋而归嘛 对不对 他带着胜利 回到他的这个哥哥那里 然后呢 伯特利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为什么他要在伯特利那边特别祷告呢 因为他纪念说 当年就是在伯特利 我向神祈求 然后现在几十年后呢 神让我能够凯旋而归 神是确实的有保守我 神是确实的有救赎我 所以我要向神来纪念 所以一方面当这个诗篇二诗篇提到 我们的神是雅各的神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说 确实好像是这个胜利 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个人身上 因为好像雅各就是一个例子 可是弟兄姐妹 我们要想到还有一个反面的例子 那个是谁的例子呢 大家看到这个图的时候 你们知道是谁吗 看不出吗 要猜一下吗 是谁 看不出啊 约伯 这个图画得不够好 这个是约伯 我们要记得也有约伯的故事 所以一方面我们有雅各的故事 神听他祷告 使他胜利的故事 一方面我们也有谁的故事 我们也有约伯的故事 约伯的故事就提醒我们 我们对于神的了解 不可以怎么样 过于机械式的了解神 神是A就是A 神是B就是B 我们要小心这一点 一方面我们不是说神很模糊不定 神好像很情绪化 然后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一方面不是这样子 神有他的大原则 要不然我们也不用学这个真言 对不对 真言就是告诉我们神有大原则 在这世上有大原则 这个没有错 可是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过于的机械式的来了解神 我们对于神只有所谓的刻板印象 就是神只能够做A 神只能够做B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 我们很容易就变成什么 我们很容易就变成约伯的朋友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以为神只能够这样 只能够A 只能够B 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突破这个刻板印象 所以这个就会有危险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你们对于约伯 你们还不够熟悉的话 大家我们今年这个大灾节 我们都给大家分了这个领袖材料 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的 大家如果你们还不够熟悉约伯的 记得要把这个大灾节的领袖材料 我们就会发现在约伯的生命里面 纵然他是很虔诚 纵然他是一个义人 可是不表示他的生命就是一帆风顺的 不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突破刻板印象 能够来了解神 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吗 就是说在约伯最困难的时候 为什么神没有保守他 为什么没有神他与他同在 然后在约伯这个反面的例子 就提醒我们 我们要小心 不是表示你虔诚 不是表示你是义人 没有犯错什么 就表示是一帆风顺 不一定是这样子 关于约伯的故事 相信大家可能已经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在今年的六号一战 也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这边约伯这边 我就不多说 我要讲耶稣基督 可能你会说 你讲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 很典型的胜利的例子吗 因为耶稣基督怎么样 又战胜了死亡 然后又战胜了罪恶 耶稣基督不是一个 很典型胜利的例子吗 那确实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作为一个神的受高者 确实是战胜了所有的敌人 这个没有错 死亡也战胜 罪恶也战胜 没有错 可是我们要记得 可是在十字架的那一刻 看起来却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看到耶稣 他是胜利者 是什么 我们是事后诸葛嘛 对不对 是事情发生以后到结局 我们才说 是 耶稣是胜利者 可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不是胜利者 难道不是吗 所以那些宗教领袖 在十字架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样的羞辱他 是怎么样的嘲讽他 他说 这个耶稣 他救别人 却什么 却不能够救自己 他自己讲自己是以色列的王 你是王 那你就从十字架下来了 那我们就信你 你真的是王 他说他自己是依靠神 他说他自己是做神的工作 如果神愿意的话 那你就现在来救他了 因为他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 不是吗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在十字架的那一刻 确实看不出耶稣是胜利者 虽然我们知道最后 耶稣三天后死而复活 得到了最后的胜利 可是在十字架的那一刻 我们不要忘记 看起来好像是耶稣被离弃了 看起来好像是不能够成功 不能够胜利 很多时候我们就也会 如果我们看很多的连续剧 每一次 那个义人 那个好人 他最后要被处死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知道吗 一定会有一个人 骑着快马 对不对 然后他就会最后出现 他就会喊什么 对了 感谢主 刀下留人 不要杀 结果最后一刻就被得救 耶稣有被最后一刻得救吗 没有说刀下留人 没有人喊出来 对不对 只有喊什么 这确实是个义人 因为他死了 所以我们在十字架的那一刻 我们一定要问 为什么在最后一刻没有人喊 刀下留人 为什么没有被得救 为什么没有得到胜利 为什么神没有来救他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说 在十字架的那一刻 看起来好像是没有胜利的 今天我从圣经里面 许许多多的例子 我让大家去思考这个课题 什么 就是胜利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胜利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今天看了很多很多的例子 然后从这些诸多的例子 从大卫王的例子 到以色列君王 许多君王的例子 到雅各的例子 到约伯的例子 然后最后是这个 耶稣基督的例子 为什么要看这许许多多的例子呢 就是让我们真的是 能够有整合性的来思想 到底这个诗篇二诗篇 这个胜利的诗篇 对于神 说神会让我们打赢的诗篇 到底跟我们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就以很多很多不同的例子 让我们来思想这个课题 我们要明白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明白的就是 就算我们是那个受高者 就算我们是被神所恩高的 这并不表示我们就是一帆风顺 并不表示说我们就没有苦难 其实我们仔细回想一下 其实大卫什么 他虽然受高 他有没有苦难 其实大卫也是有苦难吗 难道不是吗 所以其实我们好好去想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说什么 其实就算是受高者 我们有胜利 可是我们还是有苦难的 还是有的 唯一的不同点是什么呢 或者是说唯一的共同点是什么呢 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说 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够坚定不移 我们能够坚定到底的时候 最后什么 神会让我们胜利 神会平凡我们 就算是刚才讲的约伯的故事 约伯最后所谓有胜利吗 答案是有 对不对 最后神说 是的 他是义人 他没有罪 最后神还是让约伯胜利 可是只有到最后最后最后 你要读到故事的最后 你才知道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我们对于这个诗篇20篇 诗篇20篇说我们会打赢 我们会打胜 在这里我们要记得 这个打赢打胜是什么 对我们而言 这个共同的地方只是说 最后的打赢 最后的打胜 我们可以得到 这也是保罗自己了解自己的方式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他这样子的形容他自己 还有他的同工 他说 那个在基督里兼顾我们和你们的 就是说 他跟他的同工 还有这个哥林多的读者 他说什么 并且高抹我们的 所以保罗很清楚 他是被神所恩高的 就是神 是神来兼顾我们 也就是说 是神给我们有信心 能够坚持到底 然后他说什么呢 他说神在我们身上盖了印 说什么 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 所以这个圣灵 就是在我们心里的一个 一个盖章 是我们的一个凭据 所以我们是 所以保罗跟他的同工 作为这个传教士 作为神的这个传福音的人 他们有受恩高吗 有 他们也是受高者 他们是受什么的恩高 圣灵的恩高 所以他们都是圣灵的恩高者 然后呢 所以保罗就很清楚 我是神的恩高者 神是神亲自来兼顾我们 所以纵然我在我的整个事工当中 面临很多的逼迫 很多的患难 很多的艰苦的事情 可是我要有信心 我要坚持到底 我会有什么 最后神给我的胜利 弟兄姐妹 保罗的这个信念 我觉得对于我们 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同样 也是被神所恩高 在约翰一书里面 使徒约翰这么说 他说 你们是从那圣者受了恩高 并且你们大家都知道 他说 至于你们 也就是约翰的教会 他说什么 你们从耶稣基督所受的恩高 藏在你们心里 也不用别人教导你们 因为自有他的恩高 在凡事上教导你们 然后他说什么 这个恩高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们要按着这个恩高的教导 住在他里面 弟兄姐妹 我们也是受高者 我再说多一次 我们也是受高者 受什么的恩高 圣灵的恩高 我们都是受高者 就好像约翰告诉他的教会这样 你们都是受高者 我们是可以有胜利的 就好像诗篇二十篇说 神会使他的受高者得救 神会使他的受高者得胜利 我们是有胜利的 可是这边要很清楚 到底是什么地方的胜利 不是什么东西都胜利 不是你要做什么都胜利 不是 做胜利胜利什么 不是 这里的胜利是什么 胜利是什么 是关于我们对于神的中心的胜利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就是如果我们与神 我们愿意相信这个恩高 相信圣灵的恩高 相信这个真理 那神就会让我们怎么样 坚持到底 就好像耶稣一样 就好像保罗一样 我们会愿意在真理当中坚持到底吗 坚持到底吗 今天是这个降临节期的开始 我希望在整个这个降临节期 一直到圣诞节 我们做三样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呢 就是我们要每天灵修祷告 这个很重要 因为敬拜不是单单只是礼拜天的事情 敬拜必须是每一天的事情 然后呢 我们要多多的来灵修祷告 如果你要知道 我用什么灵修材料 今天的周报 有把这个教目推荐的灵修材料 分享给大家 让我们能够来天天灵修 天天祷告 这个是 第二呢 就是如果神感动你 分享福音 分享真理 神说 这个人 你去对他说话 如果神感动你的话 然后你说 神啊 我不懂会不会 不懂怎样讲 然后你缺乏这个信心的话 就让这个诗篇二诗篇 作为你个人的祷告 说好 我带着诗篇二诗篇的信心 我要去 我要去讲这个话 去传这个福音 然后最后呢 是如果我们在生命中 我们遇到了患难 特别是在这2023年里面 我相信 是一个不容易的一年 弟兄姐妹 我们千万不要放弃 一定要相信你跟神之间的 那个亲密的关系 虽然可能不是每一个人 都会有神即刻性的救赎 可是我们相信 有最终的胜利 让我们真的是 打那美好的仗 然后呢 完成这最后的赛程 让我们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为这主 你恩高我们 让我们有圣灵的同在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恳求主 你再让我们带着 这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真理 我们来行各样的善事 我们愿意做你的器皿 我们愿意做你的仆人 我们愿意做你的仆人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